接下来每一个星期以平均三场大型造势活动到选前之夜 目前已经规划了15场了 我们希望所有的同志们不奔于此 大家共同来参与 所有的常委们只要有空 拜托大家一起来助政 除了我们目前已经规划完成的15场大型造势活动以外 我们也有各立委候选人跟我们总统候选人联合举办的这些相关的活动 目前我们手中掌握的就有超过200场以上 当我们提到了要希望开放大陆观光客回到台湾来 甚至我们提到了有关两岸之间的货报 未来进一步走到图帽 民进党的反应大家可以看到那叫膝盖式的反应 就是所谓台独式的反应 我们开放三通的时候的反应是一样的 大家记得木马图层记 他说今天大陆的飞机来 后面就是战机 我们一切依照相关的法律 有什么抢我们的就业机会 是不是照这些逻辑就是赶快取消 不要过帽不要红帽 两岸关系停滞不前 今天民进党的发言人竟然说 全世界都要撤出大陆市场 台湾当然要远离大陆市场 请问这是哪一国的逻辑 这就是民进党式的逻辑 台湾人民是做抉择的时候 如果两岸要走上长期的对抗 对立甚至走向战争 就选择民进党 要走向交流合作 甚至创造双赢 让我们经济能够繁荣 让年轻人能够相互往来 就要支持国民党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逻辑